9月23号首届女性力量和亚洲经济发展密切关系研究论坛在曼谷隆重召开 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用详细的科学研究数据图表 向我们说明了女性力量在推动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积极作用 研究数据表明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柬埔寨和缅甸依旧处于经济之后的状态 这其中与本国女性参与到社会经济建设的比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专家表示 在中日韩等较发达国家 多数女性能够接受高素质教育 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 并能做出良好的成绩 其中涌现出一批知名女企业家 但是在柬埔寨和缅甸等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 女性地位比较卑微 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均比较少 极少有女性能参与到经济建设事业中 国家发展也因此受到阻碍和建制 女性拥有良好的语言学习能力与系之耐心的行事能力 在许多需要运用外语和时尚知识的行业 较男性更具优势 国家应该倡导鼓励女性参与到经济建设中 尤其是在2015年东盟共同体时代来临之时 强大的女性力量将成为推动亚洲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东盟卫视记者刘新云 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